想多永远不凋零的 大家好,我是小楠三哥 欢迎大家收听《孤种思维》 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见解 其实有的人很好奇 我是怎么录视频的 我录视频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画面 然后慢慢的对着手机屏幕讲 甚至于 卡着脚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 会讲一些什么 但是画面 随时随刻 都在我的脑壳里面 我们都知道江平22号参加的 而李树萨的总决赛 戒备都很深严 当然也是很严格 所有的监考老师都是高段位的 那么我们一起去现场 看一下 到底有多严 那么为什么 到后面院长 会亲自去关注监考江平同学 但到后面不可想象的 他热泪银行 似乎也想起了自己当年 走上数学 这一条伟大的道路 回忆满满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位院长到底住了什么 江平参加的 所谓的阿里的 树萨的总决赛 安排在 早上 从8点 到 从早上凌晨开始 早早的 在某某 达姆院的院长办公室里面 就已经住了 住了一个男人 男人 独自一个人 一边抽着烟 一边 思索着 时间还没有到6点钟 而这男人 进入到办公室之后 他并没有做其他的 任何的东西 只是在手机 会只在 他的办公桌上 那电脑上面 不停的翻阅着 一些东西 时不时会 叹出一口气 时不时他的眼球 也会撩起来 因为 他的眼睛正盯着屏幕上的 一个叫江平的人 他看了很多的新闻 看完一条新闻 总会将鼠标放开 然后将整个身体 紧紧地靠在他那椅子上面 又从旁边 摸出一支烟 然后点着 先端起旁边的水壶 水杯 猛地吸一口水之后 然后又将海面头 轻轻地放到嘴角 猛地抽一支 那烟云 缭绕 笼罩的 整个男人 看上去 约莫有六 五六十岁 显然这位男人在思索 而是有的时候 他也会拿着旁边的草稿纸 在上面 模仿着 浇评 在网上公布的 那些诗卷 然后 画了一条 又一条 亮丽的曲线 或者一个公式 他并没有说话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慢慢地读着布置 找到自己的 那个窗户旁边 他看着 办公楼下 依依依依依的 有人 过来 因为昨天晚上 他们开会的时候 就已经安排了任务 今天 必须要早一点 过来 六点 过 半个小时 已经 所要参加监考的 那些科学家 都已经 陆陆续续的 到达 偶尔会 有一两个 路过他门口的人 会停一下脚步 可是看到 里面的 他门的杠部 没有发坏 于是 悄然地 从门口 慢慢地 离开 而院长站起来之后 他 看了一眼 从 前面的 挂着的一个 实验室的 摄像的屏幕 他看到 陆续有人 逾逛 而入 因为 那就是最严密的 监考的考证 就在这时 他突然之间 又住了回去 然后 点开自己的邮箱 在上面 写上了 今天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监考 如果 看到有一个 江平的同志 进入考证 请立刻 马上 知会我 我有事情 要交代 说完之后 刷的一下 将鼠标的发送线 点了出去之后 然后又 坐回了 自己的 椅子的旁边 然后 从旁边 依然是 摸出一支烟 又猛地抽了起来 似乎这男人的思绪 伴着这烟源 鸟鸟 慢慢地在 思绪的 长河里面 已经 泛起了 涟漪 就在这时 他看到 镜头里面 有一个工作人员 站了起来 他以为 是 发现 江平出现 可是这时 江平 并没有出现 于是 他轻轻地 紧张地 扬起着手 然后又慢慢地 放了下去 眼睛狠狠地盯着 面前的那个屏幕 似乎又跑到自己的 座位的前面 准备发送信息 大家 如果看到 江平同学 进入考场 请立刻 马上 咨询 窒息我 我有事情 要交代 时间 已经到达了 6点 58分 零3秒 可是还 他盯着自己的屏幕看 仍然是没有发现 有人发布信息出来 说江平出现 他的心 一下子又沉了下去 可是 刚刚沉下去 又紧张了起来 甚至于 他摸着鼠标的手 都已经渗出汗水 这时 他 他助力不安 拿回着自己的办公室 绕着那办公的巴塔 左右的 走动着 他的心 显得格外的 紧张 因为 江平同学 对于他那说 是 他看到了 当时 自己 进入到 受学界的 影子 他一定要看一下 这孩子 到底 能不能 把今天的答卷 完整的交出来 甚至于 他也有一点 紧张 怕 江平 缺考 故事还没有聊完 后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震惊 整个监考室的 所有的人员 到底 江平的举动 给予他们 大了 什么紧张和震撼 谢谢大家 故事纯属续 各路一类中的事情 还记得年少时 的梦 啊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 看沧桑变化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座 在我心中 虽然也没有他 Zither Harp